沉入一開始是我說的 對我來說都是一面片面之詞 很多東西不是真的 那當然為了那個時候也曾經去澄清過 但我發覺澄清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用處 對 包括很多人說什麼 什麼雙胞胎 什麼懷雙胞胎 墮胎 那這個也是子虛無有的 然後那個時候有跟兩家媒體 有稍微去說 因為他們有問 對 然後後來也發覺 就是會討論的還是會討論 就是你在你們曾經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所以後來我就選擇 就是這方面的東西我都乾脆就不要講 我根本有時候不知道是誰爆料 很多人說你要不要道歉 我說好 有錯當然要道歉 如果有錯的話 但重點是我們要知道對象是誰 對 沒有人要告訴我是對象 他說要保護什麼當事人或怎麼樣 對 我在想一想 因為其實我也是當事人 那為什麼大家不保護我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後來我也沒有想太多 我覺得很多東西就釋懷了 所以當時是有批分的狀況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個一個 只是說很多人說什麼 什麼騙網友啊或什麼的 其實很多人這樣的對象 其實不是網友 而是也認識很久的朋友 對 那所以其實我那時候 一直覺得說用這種詞 然後硬要灌在這上面 我覺得是有點太奇怪了一點點 或許有些人受了傷害 或者是他覺得不太平衡 他以受害者之姿 假設這個人他真的需要你的道歉的話 那他大可以來找我說 我覺得你欠我一個道歉 但是他選擇方式並不是這樣子 那我想他可能他的用意也不在這裡 其實說沒有當然是不可能的嘛 對 其實自己有去反思 就是人確實有做錯的事情 在很多處理感情上面 沒有那麼的謹慎 我那時候在第一時間已經有去檢討 檢討的時候後來我就說 很多東西是因為自己處理不當 所謂的處理不當就是你沒有很果斷 甚至有些人他已經消失一陣子 然後後來又跑出來 那消失那陣子我當然會理所當然的 覺得說其實已經結束了 對 那我也不是說要去什麼沉浸或什麼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 對 過去就過去了 對 過去了